現在是Aaron Judge 要真的小心他的一個打擊 目前地表最強打者 三乘一四打擊率37 96分打點 長打率高達點684 這一球打到的中左外野方向留不住了 See you later Aaron Judge本季第38轟 97分打點 楊春炮讓楊基隊在一局上半 堅持得點1比0領先 天哪 到底有哪一位的投手可以來壓制Aaron Judge 真的沒有 前面才提到威勒爾生涯 或今年哀轟比較不容易 是一個不容易被打拳打的選手 但是遇到Aaron Judge也沒轍 對 可以看到今天確實啦 就是前面就算你可以用球威 去把對方的打者 不管是三陣還是打成軟弱的滾地球 但面對到Aaron Judge 沒轍就是沒轍 大概只有兩成五左右 但是他的上演率是非常高 三乘七二 這也是為什麼他能夠被擺在第一棒 即便是沒有速度 過來 這球是已經空歪的一個情況之下 讓第一棒的Kyle Schwab 來戰場一雷雷包 來看到過去的兩場比賽 Kyle Schwab的這個長打 新秀資格的標準 所以到二零二十四年的今年 他仍然是菜鳥的資格 滾地球在三壘方向 這是個標準的燒殺知會 從一壘這一邊 一壘這邊也普就起來了 這個壓低的滑球收到的效果 Jack Chisholm 生涯第一次守三壘 就完成了一個五四三的Double Click 他過去在小聯盟 大聯盟守外野 守二壘 守遊擊 都還沒守過三壘 但這一個出力球 看起來他是準備好的 完全居然就放在手套最好接的一個位置 這球對於Brice Harper來講比較可惜了 H Harper今年的OPS Plus也是有163 全隊最佳 這個球打得稍微高了一點點 在中間方向 Judge要完成接殺 也形成了三人出局 結果飛翔隊一局的下半 是個變相的三上三下 這個他們牛棚的大將之一 Serenthony Dominguez 交易到了精英換來 外野手Austin Hayes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來補強外野 Chisholm打到左半邊這一球 出場了 打到了左外野的第一排 Jazz Chisholm來到陽基之後的第一發 拳蕾打 連續兩場比賽他都有好的表現 來到陽基之後 他的表現真的很出色 今天第一場 第一次來到三壘這邊來做守備 也幫助他嗎 神奇的加持 Chisholm在昨天對戰紅襪的比賽 是五之一有一次倒壘 那今天則是直接開轟了 兩顆被擠出去的球 真的都投到了比較紅中的位置 今天前面第一局的時候 就有說到 今天先發投手在Gweiler的投球的內容 是有一點點吃太多好球帶了 Chisholm去練三壘 那Chisholm是一個運動能力很好選手 所以他現在看起來 至少第一場一開始還不錯 對 這個安排算是在第一場OK了 內宜蘭如果滾地球 Turner 行雲流水的防守 Nice play 兩人出局 不過這一球是讓給Trey Turner來做處理喔 其實Alex Bomb如果說 更早的去搶掉這一顆球的話 傳一壘這邊會比較 速度會比較快一些些啦 速度會比較快一些些啦 楊基打線在加入了Chisholm跟Stanton之後 整個樣貌跟先前啊 只靠Soto跟Judge的打線樣貌 有差別了 這一球拉到右半邊 打得也非常結實 See you later Ben Rice 又是一發全雷打 楊基隊在前面兩局 已經打了Willer三發全雷打了 這是怎麼回事啊 原本應該以為是 自己的主場能夠神功護體了 結果沒想到是GG被開轟啊 對 董偉在前面有提到說 Willer在主場的投球內容非常好 結果今天有點吃憋了 面對布朗克斯轟炸機 被投了三個飛彈 又是投到了比較中間的球路啊 今天的一個投球內容 尤其 哇 這個內角 基本上四號跟 這個一號位 中間 小心被帶中 又是吃到本來版比較多的速球啊 對 內角高的位置 不過在這場比賽 是已經被楊基打了三發全雷打 兩號球兩壞球 HighFastball Willer三陣掉了Volpe 不過這個半局楊基靠的Jazz Chisholm 新同學的楊春炮 還有Ben Rice 右半邊的全雷打 再添兩分 最近七場比賽是兩成九六打擊率 長達有一點六三零 這七場有兩發全雷打 不過這一球打在了棒頭上面 不過落地式形成的安打球 這也是這場比賽 飛球人隊的首支安打 近期的狀況也是好的 近期的狀況也是好的 面對Hill是不是會更要求選球 這一球也是擠了一下 也形成的中間方向的安打 接連的兩支安打產生 也都有入選明星賽 過去三個球季也都有打出這個高於聯盟平均水準的火力 推到悟空 外角的滑球 外角的滑球 四外球保送 現在滿有的 用自己好的一個吸力度的球種 進攻好球帶 有六發的滿罐炮 我本機在滿壘是十一支二 陳八二打擊力 棒子有點打斷了 三壘正面接到傳二壘 再往一壘 這邊稍微有點被卡住 這一個滑了也稍微有點危險 不過三壘上跑者回來了 的表現 二零二二年闖進世界大賽 去年也闖進了國聯冠軍系列賽 球場來到在中左之間 兩人也少過來 不過距離看起來不夠遠 在警戒區前完成接殺 也形成了三人出局 所以整體來講就是很難掌握 這個球帶中了 右半邊方向 要上到第二層的看牌 這個訴求徹底被Brandon Marsh摧毀 他本機的第十一紅紅紅紅 這個一咬中就知道直接出牆了 108.6賣集中出速度 預期的飛行距離409英尺 打到第二層的探幕 兩角是33度 所以也可以 再回頭來看一下 大飛球人隊 當時2006 上到三層看牌 那個兩角到尿幾度 果然Howard 他通常都打這種 高兩角的球沒打 不過這個訴求其實就是要掉高喔 結果掉得不夠高 被Marsh沒有出棒 兩個壞球 敲到了中間方向 Ben Wright今天2-2 在外角 低角度的一個位置 小位置 1號球沒有壞球 敲到中間方向 又是一個平飛安打 連續兩棒的安打串連線 楊基隊在一人出局之後攻佔了一二壘 要避免失頭球喔 現在看在滿球速的情況下 Willer怎麼出張 哇 這個內角的Cutter 就離好球帶比較遠了 所以就保送 滿壘囉 持續是滿球速的對決 拉到了右半邊 曲球被打成了長打 球在警局區落地 這時候楊基睿要得分了 哇這一棒會帶著至少兩分打點 那連狗屁也都會來得分 所以楊基睿現在5-2 這一棒二連安打兩分打點 重傷害造成了 而且這個小傷害還打到頭手這邊 對 哇我的天啊 結果在這個時候是丟一個曲球 而且還丟到了正紅中的位置 對 這個太不理想了 沒辦法閃呢 那選擇用曲球 想要投在靠近好球帶 但是丟到了中間 結果被Soto懲罰了 二連安打帶著兩分打點 楊基睿拉開領先 前面用這個升卡 用四縫線速球 而且球威都很不錯了 結果你突然掉一個比較緩慢的曲球 掉在正中間 生涯千場比賽裡面了 JUG的全力打比其他所有大聯盟選手 至少都多了十六紅 哇 結果這個升卡球 站著不動被三陣的是Aaron Judge 今天連吞兩K 不過在第一局還是有全力打 但這兩K 都是被威樂的升卡球凍結 好像沒有想到 這一顆球會進好球帶一樣 也是從外角這邊拐進去 一百一十五球 有十二場先發 用球是破板 那如果勉強一下的話 六局在投 也還可能吧 中六外方向打得非常結實 打在全球打牆上反彈回來 而且反彈得很遠啊 這可能是三雷安打啊 尾巴上兩名跑者回來得分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奧斯汀威爾斯 三雷安打 讓楊基隊現在取得了 七比二 五分的大幅領先 哇 我覺得這個球不能怪外野手 因為打到的那個位置 正好是一個直角 那彈下來的一個狀況 是不如外野手的一個預期 如果說 是打在這個平面的話 中外野這邊的一個站位是可以的 這是奧斯汀威爾斯生涯第一支三雷安打 打在了牆上 那有一個反彈角度 讓Marsh沒辦法處理好 來看一下這個球最後 對啊 這比較難預期的一個打到的位置 十四 對 是全聯盟最佳 這個得失分差的部分 所以這兩支球隊 其實在得失分差 是全聯盟排名第一跟第二的球隊 打高了沒有幾好 切到球的下緣 內野上攻的衝天砲 Ryzenstar在二連後方完成了接殺 這個半局結束 不過楊基隊 靠著這個SOTO的二連打 還有Austin威爾三連打 再添四分 比較不穩 如果Hill能夠多吃一點局數是個好事 不過四分現在訴求在高的位置 變成了摔跡球保重 今天第三個四壞 所以這個單場的保重次數來到三次 還是不太理想 32歲以前達到三千雷打之後左達者 HUBER也會成為史上第十二位 所以都是一些很了不起的這個名單 對 所以這球揮棒落空啊 今天HUBER沒有辦法來戰上門 好 今天主要抓三陣的球路就是他的訴求跟滑球 滾地球 為距離線邊 沒辦法滾出去 幸運的內安打 是打了地墊的好 ALEX BONG來沾上壘包 冰山的一二壘有跑者 八十八顆球也還行 一毫兩壞 打者的機會 出棒這一球傳了 新車的安打 王毅側邊這邊滾出去 那現在第一分輕鬆的回來 一三雷有跑者 Brandon Marsh在敲完全雷打之後 再敲出的打點 單場兩分打點 得點拳友人情況下 Brandon Marsh掃出了安打 被大都會撿走 大都會後來在四月二十二號 再把他指定轉讓 四月二十五號來到陽基 那來到陽基六棚之後 他表現得很好 第一個球出爆 結果就是要來形成雙殺 哇 這絕對RAMUTO打了一個雙殺打 結束了廢城人隊的進攻 不廢城人隊 靠著摔球保送加上兩支安打 再共和一分 目前三比七 在好球帶裡面的時候 他都揮空 基本上三十顆球之內 都具有一定的壓制力 所以讓他有多一點 局數上的一個投球是可以的 哇 指插球也能夠敲成安打 反向的敲打的安打 SOTO厲害了 哇 這一個揮棒的技巧 令人嘆為觀止 外角低的指插球 其實都超過一 都在全面目排名第一 對 那第一棒跟第四棒 保衛打的都不好 這球打中了 在左半邊 第二層看他媽媽 沒有 差一點點 但是 還是全雷打 JUDGE 單場雙槍炮 賽季來到三十九轟 打點數來到九十九分 太扯了 四百三十英尺的全雷打 你不能塞這麼高的內角球給Aaron Georgia 他的一個揮棒速度也是夠快的 而且 一開始的一個判斷 就能夠知道這顆球 一擊出去就知道留不住了 這是一個內角滑球 今天他兩個全雷打 都是打變化球 一個是紅中的橫掃 一個是 一個偏高 沒有掉下去的滑球 哇 這個絕對力量實在是有點扯 不可思議的怪力喔 而且 基本上 不算是棒子 他主要的球路喔 是滑球 搭配著四縫線 聲卡 還有紅掃 那滑球的使用比例 百分三十七 跟四縫線的比例差不多 再擠一下 又是形成中間方向的安打 我以為在看重播啊 他第三局的安打 真的是很像 四分之三的側頭喔 所以看到他其實 四縫線的握法的球 也有蠻多的橫向的位移 有拋到球 但是這球比較軟弱 考驗一下速度 用轉拋的一個方式 一壘這邊呢 好抖 好 出局 鏡頭是剛好 Zoom in喔 通常右投球面對左達者 投滑球 曲球系喔 會攻左達者的內角低了 四壘球的寶送 今天 卡羅斯沃普選到了 三個四壘球寶送 一次2NK 賽季的寶送次數 累計來到74次 原來是國聯最多了 那在費城地區應該楊基民也不少 彈到旁邊去 而且彈得太遠了吧 那三壘上的拋者輕鬆回來 這個時候 一壘上的拋者來到二里 單局第二個抱頭 而且都是滑球 抱頭的一個情況之下 費城仁隊再拿回一分 4比9 WELLS沒辦法去擋住這一球 但是情有可言 因為這球實在太早落地 是 不過我在想 如果說剛才一壘上的拋者 康舒瓦普 能夠更積極拋壘的話 會不會來到三 哇 這個傳球也差一點點傳偏了 不過還是製造成第三個出局數 但費城隊 靠著投手的抱頭這邊 添到了一分 目前4比9 還落後5分 速球 被打擊率稍微偏高 升卡的被打擊率將近三成 持續施板球數 內角的滑球沒有什麼引誘性 打者是獲得了四 大量的滾地球 一成7-6 長打率只有.2-2-1 這個完全看不出來 是曾經在兩個不同聯盟 都拿下打擊王的選手 又是內野彈跳球 SOTO下球拿球 拋給一類手 HARPER完成了刺殺 董事的勝場差高達8.5場 所以站得很穩 這個龍頭的位置 六成一九的勝率呢 也是目前全聯盟最好的 對 撈起來打到左半邊 距離很遠 最後GONE 變成了一發全聯打 打在了左愛底牌的花圃 這個是剛剛好過強 而且這麼低的一個位置耶 已經是迫害掉了這個整體 揮棒的一個節奏跟動能 可是沒想到這個球 是靠著手臂的一個力量 直接拉出去 哇這跟前面啊 Chesom的全聯打 有異曲同工之妙 都是打到左外野的第一排 飛行距離沒有到非常的遠 這個揮棒的重心平衡 有點被這個滑球破壞掉 但依然掃出去 對 直接炸爛 真的 這已經不是炸裂了 這是直接炸到爛掉了 Verdougal的打擊 今天兩次獲得保送上蕾 這球打到了中間方向 穿了出去 打得並不紮實 不過運氣站在陽際這一邊 拳雷打了 然後Ben Rice 剛才比賽前半段也有開放 再來就是 John Carl Stanton 尚餘歸隊 打到左半邊 是界內的恰寶比特安打 Soto 再打出安打 哇 而且判斷上面 Haze沒有判斷得很好 那現在這一支安打 要帶著一分打點呢 荒搜頭的二壘安打 讓陽際隊現在取得 12比4的8分領先 哇 其實這一顆球 車步邊的安打 也就算了 可是外野這邊的一個判斷 以為那一顆球 是會彈到那個小角落 然後稍微的往外面 也就是要往場內這邊來彈 結果沒想到 是從這個護墊底下 傳了過去 所以才往後面變成 露到後面去 對 那這個就沒辦法了 Haze才剛來到費城仁 所以可能在這個主場的 彈球的判斷 還可以有經濟的空間 在陽際的牛棚熱身 現在球隊大幅度領先了 所以陽際可以讓勝利組的投手 這些比較高強度的投手 先休息 是 這一個內角球 揮棒揮棒 大家真的遭到了三陣 所以最後 Judge今天吞了第三K 不過這個半局 陽際隊再添三分 目前12比4 8分領先費城仁 非常非常難打 對 Stanton今天4-0 哇 結果這一球太出去了 Stubbs投出了4塊球保送 最快的一球是一個壞球 一人出局依在雷 Garrett Stubbs 對著替捕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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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捉 那野手上來就是要讓你趕快地把這場比賽結束掉 這個非常非常地不客氣 單場的團隊第六發的拳雷打 那Judge跟Chism 單場都是雙響炮 當然這一發是打野手 你也可以打一個聲號 但拳雷打就是拳雷打 但比賽是比賽 這個內容上面 最後的一個數據也都還是一樣會產生 對 這個也厚了 明天 早上的9點30分 我們會為大家來送上 到齊來出站到教室隊的比賽 用Live的方式為大家來進行 轉播 這個球 花姐沒有 更完整 搖兩塊 這一球在左半邊方向 直接進到了手套裡面 兩出局了 那明天到齊教室之戰 未來電視網為各位送上 那是Tiler Glasnell 跟蝴蝶球投手Matt Waldron的對準 回放落空 直接結束了這一場的比賽 最終Chair Turner遭到了三陣 也成為了九局下半的第三個出局數 我們要恭喜羊基隊 在這場比賽 拿下了勝利 而且是血洗的一個方式 來擊敗費承人隊 最後的比數是14比4 由羊基隊收下三連戰的首場比賽勝利 And Judge 在今天 這個敲了兩發的全壘打 攻下了三分的打點進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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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